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謝神讓我們透過神的話語得著力量 鼓勵安慰 願神祝福我們 今天可以靠著祂的話語過得勝的一天 哥林多後書一章一到十一節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和兄弟提摩泰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 並亞該亞變畜的眾聖徒 願恩慰平安從神我們的父 和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願送贊歸於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就是發慈悲的父 賜各樣安慰的神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我們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們受患難呢 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得拯救 我們得安慰呢 也是為叫你們得安慰 這安慰能叫你們忍受我們所受的那樣苦楚 我們為你們所存的盼望是確定的 因為知道你們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們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 現在仍要救我們 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 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 就是為我們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感謝主在今天我們進入到 哥林多後書 那哥林多後書就是保羅寫給 哥林多教會的書信 那在這個哥林多後書一開始 保羅就跟我們談到一件事情 就是保羅說我們的神 祂是吃安慰的神 在第四節他說 我們在一切的患難中 祂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各樣患難的人 所以我們知道在很多時候 我們會遇到很多的患難困難 並不是信耶穌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遇到這些困難 或患難或問題 信耶穌之後 也還是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遇到了 只是我們需要更多的來到神的面前 那在不久之前 感謝神我們有一位姐妹她結婚了 結婚的時候 後來姐妹她來到教會信耶穌 信耶穌之後 她也跟她的先生傳福音 那先生也來到教會 好像一開始的時候 一切都很順利 那先生來到教會也開始成為目道友 開始認識耶穌 開始一起聚會小組 那但是在那個時候 這個妻子也很開心的 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太太我們的姐妹 她也懷孕了 感謝神 那懷孕的時候 哇這個 弟兄她心裡面也很開心 說好像她自從認識耶穌之後 好像很多事情就 非常的順利這樣子 那很不幸的是 大概這個懷孕大概到了四個月的時候 那個太太突然就是檢查的時候說 那個孩子她沒有心跳 那所以醫生就說 這個孩子保不住了 必須要把他 這個小孩子沒有辦法繼續的 好像懷孕長大 那時候我們教會呢 牧師就特別擔心了 因為我想哇這個 弟兄剛來到教會 還目道友還沒有受洗啊 剛認識耶穌 好像剛開始火熱 也開始學習禱告 也開始很感恩 來到教會 很多人關心陪伴 他很喜樂 但是怎麼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呢 好像還沒有受洗 然後就遇到很大的挫折 其實我心裡面很擔心 很怕他會因此就跌倒 然後就不來教會了 或者是就不想要繼續認識耶穌追求 那個時候呢 牧師就一直迫切的為他禱告 但是呢 感謝神 就像經文當中告訴我們說 神他是賜給我們安慰的神嘛 那就是 大家就是也很擔心他 所以他的小組家人啊 教會弟兄姊妹 就常常鼓勵他 安慰他 為他禱告陪伴他 在那個時候呢 他來到教會的時候 後來牧師為他禱告完了 他就一直流淚 然後擁抱他 他說感謝神 好像孩子沒有了 但是他心裡面真的感覺到 很深很深的安慰 跟很深很深的愛 這就是神很奇妙的工作 透過弟兄姊妹的愛 透過大家彼此的關懷 帶倒 神就把這個超自然的安慰 放在他的心裡面 結果感謝神 雖然好像遇到了這些 不順利的事情 不幸的事情 患難的事情 但是這個弟兄呢 他毅然決然的 後來就受洗了 感謝主反而 好像遇到困難了 讓他更清楚知道說 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感謝神 在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 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著他的旨意被招的人 所以有時候呢 我們遇到了各樣的患難 反而聖經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是可以 經歷這些患難得勝之後 去安慰那些 遭遇各樣患難的人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所遇見的 每一個困難或患難 都不是偶然的 上帝要透過這些 成為別人的祝福喔 所以牧師鼓勵大家 我們雖然遇到患難 但是我們祷告 神是安慰我們的神 我們也要成為別人的安慰 在今天的經文當中 我們也看到保羅他們宣教 的確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喔 在他們服侍神宣教的過程當中 也遭遇很多很多的困難跟挫折喔 特別在第八節這邊 他告訴教會說 弟兄們 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 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 被壓太重力不能勝 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 叫我們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 保羅他說 有時候 神好像讓這些環境苦難困難 臨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但是神好像也是 透過這些患難 這些苦難 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來更認識他 更依靠他 不再依靠自己 所以神透過環境來操練我們 過一個依靠神的生活 有人說 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在馬可福音十章二十七節說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卻不然 因為神凡事都能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遇到了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要學習來依靠神 不要害怕 不要灰心 不要上膽 不要絕望 反而更多的來讚美 更多的來禱告 在六月初的時候 牧師也是遇到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突然有一個晚上 我自己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然後我就快篩 結果沒有想到不幸的事情發生 就是我確診了 那確診的時候 我心裡面就開始有很多的擔憂 我想說怎麼辦 怎麼會確診呢 想到底是在哪裡 被誰感染的 怎麼想也想不起來 好像我也不知道 到底去哪裡感染到了 那那個時候 就也開始擔心 這個弟兄姊妹 有沒有被我感染到啊 其他的弟兄姊妹 有沒有問題啊 也很擔心 因為前一天呢 就是主日的時候 跟弟兄姊妹一起用餐 大家一起交通 很喜樂 結果隔一天 我就打電話 要告訴大家說 哇我確診了怎麼辦 你們都要小心啊 要快篩看看這樣子 那結果在那個時候呢 我開始 確診之後 我就整個身體陷入到非常非常大的不舒服 我開始發燒大概三天 然後呢 頭痛全身都痛 然後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疲憊 然後我甚至都沒有辦法起床 沒沒我隔離 所以我一直都躺在床上 我甚至要 祷告的力量都沒有 要坐起來發出聲音 祷告都沒有辦法 所以很軟弱 我要讀聖經 我讀聖經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頭很痛 好像快要爆炸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我就 只能躺著 我也沒有辦法開聲音祷告 我就在心裡面跟神祷告 我有很多的擔心 因為很多的事工 不知道怎麼安排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但是感謝神 當我祷告的時候呢 我就感覺到神的平安 我祷告 好像我沒有辦法開聲音祷告 我很軟弱 但是我在那裡祷告的時候 然後神安慰我給我力量 給我很大的平安 雖然上帝沒有超自然 立刻好像我得一致了 但是在祷告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說 神與我同在 神的那種同在 祂的平安就是 好像包圍著我 我知道神祂是這麼的愛我 雖然在病痛當中 祂安慰我給我力量 也幫助我學習倚靠祂 我也在那個時候 我就把所有教會的事工啊 所有的這些服事都交托給神 那我祷告的時候 上帝幫助我們 好像很多事情就 一件一件很順利的完成 雖然我被隔離了 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 但是神就興起了很多的同工 讓他們一起的來參與這樣的服事 感謝神 所以我們越是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越是經歷神 越是不容易的生活 我們就越多的感受到 神的愛神的平安 所以願上帝祝福我們 雖然我們會有苦難 但是我們一定要在 這苦難當中 來真實的經歷它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感謝你讓我們今天 一起來學習你的話語 也知道你的話語 就是我們的力量 是安慰我們的 是我們的盼望 雖然有時候我們力不能勝 但是你超越一切的環境 願你祝福我們 所有的弟兄姊妹 讓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更多的經歷你的大能 經歷你的平安 感謝主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我們在我的生活 我們在家裡 做到這次的平安 我們會能讓我們 我們會不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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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